深秋时节,金楚大地,层临近染,景色宜人 下午三时许,习近平来到空降兵军机关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亲切接见空降兵军官兵代表 习近平同大家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查看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 详细了解典型武器装备技战术性能,听取有关情况介绍 得知这些年空降兵部队武器装备体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习近平很高兴 他强调,要强化作战需求牵引,加强空降装备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建设和实战化运用 构建新型空降装备体系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空降兵军军使馆 该军是一支历史厚重、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 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战火硝烟洗礼 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中打出了国威军威 和平建设时期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 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阴谋人物 习近平仔细观看展臣,认真听取讲解 他叮嘱大家,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 教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好 争作新时代英雄传人 在听取空降兵军工作汇报后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 空降兵部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他强调,要牢记职责使命 增强备战打仗意识 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 要把握现代战争空降力量运用特点和规律 更新空降作战思维理念 创新作战样式和兵力运用方式 加强全要素成体系实案化训练 加大同其他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 推进战训深度偶合 提升联合指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力 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 激发广大官兵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积极性 齐心协力开创空降兵部队建设新局面 河卫东等参加活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P